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插画家角师 我在收集台湾的妖怪故事 从事平面设计的插画家角师 三年前因为一则老先生在万里温泉被烫死的新闻事件 开启他收集全台妖怪故事的庞大计划 我其实还特别去查 这个事情到底他的状况是怎么样 后来其实发现是说这个老先生他是有喝酒的 或许这老先生因为死掉之后 他会很怨恨自己 所以就画了一个万里狼 有点像这个老先生这个人 他可能不时就会出现在这个温泉 然后就会来那边劝酒 对 就叫他来那边喝酒 大概有这样的想法 原创的万里狼故事成了他第一位台湾妖怪主角 台湾各地的民间传说也成为他的创作灵感 例如说英格摇尿 或者说黄色小肥虾就发现说其实台湾各地都还蛮多相似的一些故事 好像没有人把它做一个整理 才会有一个整个台湾妖怪地质的想法出来 跟你我一样脚丝也得上班讨生活 他做的是商业设计 但是满脑袋都在想这些妖怪 刚开始画妖怪的第一年 角丝全用来翻找各式文献中曾出现的奇怪迹象 然后将这些地方传说整理起来 我大部分的故事都是从台湾原住民神话或是传说故事的相关书籍当中去截录出来的 他们会分散在不同的篇章 或是像台湾斧子可能会某些在描绘地理状态的时候会提到某些奇怪的现象 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部分另外用笔记的方式全部把它收集在一起 他笔下的台湾妖怪地质灵魂角色来自花莲美轮山 阿美族的神话 那时候能够形成整个地质最重要一个关键的角色是卡卡巨人 他特别喜欢吃小孩子 所以怎么办 当时的那个头目就很慌张 如果小孩被吃光 不是要灭族了吗 所以他开始就训练那个部落的勇士 这个故事其实在讲的 它东西跟他们的风云记跟寒记有关系 是他们原始的故事是从这个来的 角巨特别在木板上创作原画 结合台湾古地图和文言文 凸显神话里的台湾性格 画的是那个两个太阳 是台湾的那个摄日的神话的故事 台湾跟中国的摄日有蛮大的差异 摄日的神话 那像中国的话 大家想到应该就是后裔 可是台湾的话 其实摄日的神话大部分都是两个太阳 原本这些妖怪只是角色的创作 后来有爸妈当成床头故事讲给小朋友听 他希望这些很在地化的妖怪 让大家用不同的视角看台湾 我们画的妖怪就是 它跟地方的文化还可以有一点点关灵性 那我觉得透过这个东西来介绍台湾 好像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台湾还蛮好玩的 小丝的妖怪甚至从画部里跑到了桌游上 他和太太现在还开发妖怪桌游 让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超能力 小丝从脑袋和历史中召唤出这些妖怪 他说这些未知又神秘的插画世界 是台湾独有的文化风景